上一集,我們說到網軍的英文應該怎麼說 而高嘉瑜事件,本質上是一起暴力事件 家暴的英文是什麼呢? 表達我們的關心、慰問又應該要怎麼說呢? 三分鐘實施一戰,馬上告訴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李偉高嘉瑜遇到恐怖情人的事件已經發生一段時間了 有一些好奇的網友很想知道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個新聞 那這則新聞很多人在談家暴 家暴的英文叫做Domestic Violence 李偉高嘉瑜和他的男朋友並沒有正式成立一個家庭 所以是不是適合用英文說成Domestic Violence 其實是有爭議的 那如果我們要對高嘉瑜的這件事情表達遺憾的話 英文可以說 I'm very sorry for legislator高嘉瑜 being abused by her boyfriend I am very sorry for legislator高嘉瑜 being abused by her boyfriend 所以在這邊我們用的英文字是abused abused是虐待的意思 這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醒的 就是因為高嘉瑜和他的男友並沒有成立家庭 所以這件事情並不太適合 用Domestic Violence來進行形容 那比較正確或精確的說法 應該是abused 另外有些人指出 針對這件事情我們應該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 尤其是對女性的暴力 那英文應該怎麼說呢 We want to strongly condemn any kind of violence especially violence against female We want to strongly condemn any kind of violence especially violence against female 那在這句話裡面 譴責就是condemned 那非常強烈的譴責 在英文上就會說 strongly condemn 另外暴力 英文是violence 那所有形式的暴力 英文就可以說成any kind of violence 那最後對女性的暴力 就是violence against female 而這句話裡面的female就是女性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來學在類似的事件裡面 我們常用的說法 就是我們對誰表達關心和同情 然後我們的心與這些受害者同在 這兩句話是在相類似的事件裡面 我們經常可以用的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學這兩句話要怎麼說 第一個我們要對誰表達關心和同情 英文說成to extend our concern and sympathy to 誰 那我們的心跟誰站在一起的話 英文是這樣說的 Our hearts go out to 哪一個人 所以我們把它應用在這一次的新聞裡面 比如說你想說 我們要對立委高嘉瑜表達關心和同情 英文可以說成 We want to extend our concerns and sympathies to legislator 高嘉瑜 那如果我們想說我們的心跟立委高嘉瑜 以及其他可能都受害者同在的話 英文可以這麼說 Our hearts go out to legislator 高嘉瑜 and other possible victims Our hearts go out to legislator 高嘉瑜 and other possible victims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為各位準備的內容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privilege of your time May God bless you and our country imme抱歉